上头了是吧 ok 那我 那我重新跑一个blue cms 给你们看一下 49168 这个 呃 圆码呢 哪个地方来着 圆码我看一下 圆码这里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Person的那个 Person的返续电话 那不是这个 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就直接 直接去容器里面看吧 D5D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首页吧 我们上次要 要审计的这个adjs 这个 adjs 然后他加载了一些文件 include的一些文件 然后看这里 判断能不能 呃 获取到get 呃 通过get方法呢 有没有 传adid这个参数 如果有的话呢 如果有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不为空的话对吧 那我就把 把两边的 换行那些空白字符给他去掉 然后把它复制给adid 然后判断他是否为空 然后 然后到这里吧 好 然后我们来先来怎么测试一下 就是 我们去访问这个ad 叫什么 js.php 好他现在是不是返回一个error 反过错误啊 这里的错误是不是这里的输错 因为我们没有传adid这个参数嘛 所以他什么 他就报了一个错 然后直接怎么退出这个页面了 退出这个脚本了 然后我们给他传一个ad id 等于 等于 等于什么 对吧 他是 如果adid有值的话呢 他会把这个值 看一下他怎么做的 $db 这是我们那个数据库实例 然后访问数据库实例的什么 get1 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的 select语句啊 就是把这个参数往传 作为什么get1这个函数的参数给他传过去 那我们得是不是得去看一下这个get1 参数 get1这个方法 他的 定义 这个方法的定义应该是在哪个地方 这样找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 我还是把它 烤出来吧 Docker Copy 我之前是不是烤过 上网重新烤一下 Docker Copy D5DB 下面的 3W 这个目录 拷贝到 加一个-a选项 拷贝到 TMP目录吧 可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文件给他移出来 然后放到VSCode里面去查看一下 这个 TMP TMP 在这里 把它移到 Download Docker 好 然后用VSCode去打开它 打开目录 Download 3W 这个是什么时候 是这个 不是 不是 不是丢到哪里去了 找一下 对 虽然 他已经到哪里去了 试试 记得 UBS code来打开它 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到这个ad.js这里 那之前我们传什么 我们之前的那个payload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是不是构建的时候 它是不是没什么输出啊 比如说我们之前怎么写的 我们union 先来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开那个burp了 我直接通过那个开发工具 我们审计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输出 那现在这个输出 有一个document.write 对吧 里面有一个内容 那里面的内容是空的 那我现在 我们直接什么 加一个 单引号 对吧 看一下单引号 它就报错了 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加单引号吗 或者我们order什么order by 这里我没有加单引号 order by 1 这样--加 所以报错 报错的话我们加一个单引号 好 等一下 中一写 1 拨登板 1 刚刚加 2 误法错误 然后把这个27%给它去掉 看一下没有错误 那现在我们把order by 里面的1 所以说明这里是不需要加单以后的吧 然后把我们里面的order by 里面的1改成2 这里也没有包错对吧 然后把他改成7没有错 8就错了那说明什么 总共有几个字段对吧 就可以检测出来总共有7个字段 然后我们再用联合查询 那找到7个字段之后呢 我们再有点吗 C什么 select 1 2 3 4 5 6 select date face 这样可以看到呢 它的输出是空的 说明并没有执行啊 那没有执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这里啊实际上 但是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把这个值改成其他的值 它就有输出了 对吧 比如我把它改成-1 或者改成-2 它是可以正确的输出吧 这里有个bluecms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这里要学会分析啊 一步来看 首先 呃我们会什么 访问这个实例的什么get1 也就是这个类的什么get1方法嘛 然后把我们的 查询语句是不是 把我们的什么 构建好的查询语句给大家 传过去 那接下来是不是去看一下这个get1 那这个get1在哪个地方定义了 我看一下 嗯 这个是可以直接跳的吧 不行的话 我们就得什么 搜吧 嗯 嗯 在哪个位置 在哪个位置 这太多了 嗯 嗯 我看一下 数据 就当前的pap文件是没有啊 然后 他加载了这个文件 或者说 嗯 怎么找呢 还是得在这里去找 嗯 这个吧 买circle点吗 class 嗯 就是买circle的一些类啊 都放在这里面 好在这里面 get1 看一下这个get1 呃他传了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circle语句 第二个参数是默认有默认参数啊 然后他的呃 直是买circle杠吗 isolation 也就是关联的意思 代表我们 嗯 的返回结果呢 是一个什么 关联数组 对吧 是一个数组 看这里 呃 query等于thisquery 就是当前实例的什么 我们调用 query方法嘛 把circle传进去 然后把我们的什么 连接的id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连接实例吗 连接id 给他传进去 比如说我们是连到一个 连到连到什么某一个服务器 不 某一个某一台服务器对吧 那我们会什么 会生成一个连接id link id 然后我们 要查询的时候呢 就指定linkid就行了 就代表我要去哪个服务器里面去发送这个查询一句 然后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调用了query啊 而且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是get1 get1 然后看一下啊 这个query之后啊 query的函数 go define 看这里看定义这里啊 query是怎么工作的 首先判断一下什么 我们调用mysircle-query去对我们的查询一句 然后指定我们的id去查询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查询结果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什么 报错吧 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的错误 有的话 我们就return这个查询之后的结果 所以啊这里是拿到我们的查询之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get1 那返回到get1 这个结果是复制给query了呀 然后我们 会对什么这个query呢 会调用一个mysirclefetcharray 好这个函数啊 就是这个函数是mysircle的内置函数啊 就pap的mysircle函数 看一下它的功能 它什么 fetch是获取获得吗 对吧 取得取得一个什么获取一个 结果的行 一行结果 应该叫一行结果 所以它叫做get1啊 它是取一行结果 然后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关联数组 或者什么数字数组 或者说boss 那具体把它返回什么类型的数组呢 取决于你这个类型的字段吗 我们类型字段这里默认的只是什么 关联数组对吧 mysircle-esoc asoc 就是 就是那个关联的意思 所以 就它的值呢可以是 看这里 可以是所有啊 也可以是 关联数组也可以是数数字数组 对吧 或者说所有 所以这里会返回一个 这个 一行 数据 那这个数据里面的什么 这个数据呢 是一个关联数组 这个关联数组怎么表示啊 比如这里面 这个什么查询结果里面可能有姓名 那我就下标就是姓名 值就是什么 这个数字里面的 下标所对应的值 就是这叫关联数组 类似于我们的字典嘛 其实就是字典 然后最后return 把这一行结果返回吗 roll 好 这个是get1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回过头看 看这个 原码这边 adid 那我拿到这个结果之后 拿到这个结果之后 好 这个结果是不是会被复制给ad 这个边量 然后我们去查看一下这个关联数组里面的 time set这个键 所对应的值 对吧 是不是零 如果是零 那我们会把content这个键所对应的值取出来 复制给adcontent 对不对 好 然后这里面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字段 也就其实这些什么 这些关联数组的key 是不是就是数据库那些字段的名称 对吧 你说你你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查询到一行语句嘛 select之后 那这个数据库里面到底有多少 就是到底有哪些数据呢 我能不能去看一下 怎么看 怎么找到它 你可以一个个文件去找 但实际上没有必要啊 因为我们可以用 grap吗 查询 查什么 查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查询一下这些字段的名字吗 因为你认识2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会包含这些字段的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可以查询 在这个什么 time set 但你也可以直接什么暴力的直接进入数据库里面去看里面的数据 我就grap time set 注意怎么查会查啊 比如说你想在这个目录上面所有文件里面找某一个关键字 怎么找啊 叫什么首先加地归 对吧 地归 然后呢 再加文件路径或者文件名 当前目录吧 找到了吗 不多对吧 在哪个地方 写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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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关键字 写在这里 可以看到 就是我往这张表里面插入了吗 这个表叫 我们插入了 ad id ad name time set start time end time 1 2 我们数一下 1 2 3 4 5 6 7 是不是刚好7个字吧 然后 values values 值 我们把一定内的复制过去 把他们set复制过去 把start time end time content esp content 布置进去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应该是一个广告的一个 推荐吧 对吧 应该是一个广告推荐 比如说广告的内容啊广告的过期时间啊等等 这里这个表用来定义这些东西 然后看一下这里插下面这条是我们的插讯一句吗 这是ad.pap啊在ad.pap里面定义的 那想一想 嗯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里 看这里 如果我们设置了这个时间 如果timeset等于零那意味着什么 嗯 意味着这个时间应该是什么 这个广告时间应该是永久有效的吧 就是没有一个有效期 应该是永久有效的 嗯 然后下面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判断一下的嘛 他的 end time 小于什么 我们用time这个函数获取到的一个时间戳 判断一下对吧 我们的时间 如果小于的话呢 说明你这个内容是不是过期了呀 就是你的结束时间和你的当时时间是什么 是要小的 那说明什么 你的时间 就你这个广告就过期了 那我们就把过期的内容复制给adcontent 否则的话我们就把content adcontent里面的内容复制给什么 content之端的内容复制给adcontent 嗯在这复制完之后 这里是做了一个替换 就把一些换行啊空格啊对吧 单一啊 这些给他替换成 你给他转移掉嘛 给他转移掉 最后再什么 输出 就是我们最终我们就看到了什么 这个document.write嘛 那他会把content的内容给他输出出来了呗 但是这个输出的内容是被注释掉的 所以这个输出语句啊 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个document.write 就是这个pip的输出信息啊 是这个echo的输出 好了解了这些之后 按理说什么 你想一想我这个payload在构建的时候 这样子写是不是应该是可以获取的 比如说ad 比如说他里面有广告 对吧 有广告的数据 那ad等1 为什么这里面是空的呢 现在应该能想得通啊 为什么这里是空的 这不是报错吧 这只是说他没有内容输出 或者说他这个字段 就是这个字段输出的内容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呢 因为 因为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呢 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他这个字段就是空的 对吧 导致你什么现在是看不到东西 看不到东西 所以正常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是应该是 这里是会有输出的 也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广告的什么 那个content的数据嘛 内容的数据对吧 他是会正常会显示出来的 但是我后面这条什么 联合查询 那语句里面的输出会 就是那个database 那个函数的输出会有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用get1 get1返回的指示什么 一行 对不对 他是调用的呢 是my circle 什么fetch 什么query 他是不是只取一行 对应的他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 get 这里有一个get first 取取第一行对吧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get all 对不对 那get all就是什么和get all 旺不一样的get all就是怎么取这个 水库里面的所有的行吗 所有的数据 所以这个不同 所以你当你用get all呢 所以你这样查询 他是会放到get all里面去执行 get all里面他返回的是一行 而这一行里面 他查的就是id等于1的那一行数据嘛 那那一行数据 刚好他的content是空的 所以导致我们看不到效果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什么学会去 测试一下 或者说你其实看到了白河 做白河测试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了圆码的话 对吧 那这个这个技术上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去改了吧 怎么改 他是这样的啊 我现在 连上去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my circle 他的my circle数据库 怎么进来的 我直接进入数据库里面查一下对吧 给你们演示一下 密码是多少呢 不是空 其实他如果有web应用的话 比如说现在部署了一个bluecms 那他们肯定有一个配置文件 是写了什么 写了密码的 因为他连上去是要密码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去找 grab什么 嗯嗯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关键的函数 my circle什么 connect 对吧函数 然后再-2 点 应该是这个吧 db.class.pmg 啊 就pip dbhost dbuser dbpw 那这个密码是不是在这个pw这里啊 所以我再去找呢 db什么 pw这个 这样这里如果要找这个dollar的话 不能用双引号了啊 为什么 他会被我们的show 转移掉 对吧 因为在show里面dollar什么 就是取变量的值呢 然后你用的是 外面用的是双引号的话 对吧 是不是里面的dollar不会被转移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dollar 变成一个普通的dollar 要加一个用单引号 所以什么是用断引号 什么是用单引号 搞清楚 db 那我找一下有没有 我是找错 没错 这个要找一个 没有吗 这个变量还不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 或者说不是在这个pw不是在 没有在我们当前这个文件定义 那我们可以去这里面检查一下吧 直接去看一看 然后往上面翻一翻 这里直接什么 直接连上去了 说明我们的 嗯 应该在哪个位置 我想一想啊 数据 嗯 这个是构造函数 这是构造函数里面 没有传 没有我们传的 他的名字不一定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类里面定义的那个变量 对吧 所以不一定找到不对 变量名不对 嗯 该找什么 嗯 嗯 嗯 就要点击数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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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dbpw 应该是这个对吧 没错 应该是这个 再找一下 嗯 这节目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文件 好 它这里include了一个在这里 include了一个common.inc.pap 那我这个文件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 这里面有吗 看一下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得去吗 这里面去找 对吧 common.fun.pp 这里面这几个文件是不是也是被include进来的 叫什么 include common.fun 一年 那一年 是不是 这一年 就是 我们在这一年 我们在这一年 的一个文件 都会是 最后一年 的一年 根本 比较 多一年 的一年 我还没有 这个还挺绕了算不早 密码是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 记得记得是这么早了 因为上次我是找到了 就是这么难找 那是什么 有些人 Connect 这样吧 我们找一个关键字 找那个数据库的名称 这个人更多 算了 教你们怎么去绕过它吗 怎么绕过 首先先把这个埋色扣给它停掉 停掉的话 好 这样可以停 之前这个脚本啊 给它传一个stop 咋这么慢啊 dbuser dbpass.git 这是类的定义 不知道这个类在什么地方背影 应该是在这个install的时候 安装的时候 好 这来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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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停掉 db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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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save加一个选项,叫刚刚skip-brand-table 放后台 退出 还要加一些 其他的选项 在这里 skip-brand-table 退出 1 放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们不折腾了 不折腾了 就折腾半天 好 这里啊 连不到数据库了 当这里出现的原因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就是当你用这条语句select 比如说我们这里 之前是这样子写的嘛 select新对吧 from ad 那个表 然后条件 well什么 ad id等于1 然后union select 1234567 7 7的话呢 我们用get base 这样看看加码 你这里 如果他等1的话 对吧 如果像这条语句 如果他等1的话呢 他会把 因为我们用get1 来获取这个查询结果 他会把取一行结果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结果呢 把这个ad id的值等于一个 其他的值 有等于一个-1 或者2 那2 他确保他没有什么 两行数据啊 没有id为2的 或者说其他的什么 只要他找不到 等0 对吧 只要他找不到 那前面这条命令 是不是就没有输出了呀 不是没有 不是报错啊 注意一下 不是报错啊 是这条什么 查询语句 是没有结果的 没有结果 你在于什么 后面的这个拼接的话 是不是后面的什么 他只会显示这个后面的这个 优点后面的什么 查询结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什么 让他的值等于其他的值 比如-1-2 或者什么234 因为我们那个表里面正常有 一行数据 这导致了 我等1的时候 他刚好 而且那一行数据 正好他的content里面的只是空的 对吧 所以这个 在这里吧 好 你们自己找一下这个密码是什么 反正我 我等一下再帮你们找一下 就补充一下这一点 然后剩下的时间 做一下我们上课讲的那两个的实验吧 一个PAP的一个是Python的对吧 反序列化的 反序列化的 当然那个ESP EXP的代码 EXP的代码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 或者他的payload payload可以是其他的 就要用来做的 那么多的 去看 对 我们上课 那么多的 我说 是 我们上课 我们上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